女孩从小就非常有异性缘 被她用脚踢的男同学甚至还很享受 女孩也感到奇怪 直到妈妈交了个男朋友之后 女孩就明白了 当妈妈不注意时 她会伸出咸猪手触摸女孩的眉腿 随着身体的成长 女孩遇到的四郎也越来越多 坐个公交 群字上都会占有不明液体 工作后男同事更夸张 跪在女孩身边调了文件夹 然后趁机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女孩的腿太引人注目了 之后女孩花了所有的钱去整容 想分开腿带给别人的注意力 可男人们还是只在意腿 没有钱了 女孩就会用双腿赚钱 迟到有一天 梅子遇到了一个出手十分扩住的男人肛门 买一次肛门付的钱 总会比别人多出一倍 因为她觉得这双腿简直就是艺术 肛门甚至想用自己全部的两亿身家都给梅子 但只有一个请求 梅子对于这样的话听多了 以前她都会拒绝 但现在想想 谁会和马内过不去呢 有人包养不香吗 就这样 梅子和肛门签订了协议 只要肛门离世 她的两亿身家全部归梅子所有 之后每一天 梅子都会来肛门这里 而梅子怎么也不会想到 肛门逐渐开始变态 为了成为百富美 梅子将整瓶蜂蜜倒在腿上 很快浓稠的蜂蜜布满整条腿 随后肛门拿一罐蚂蚁倒了上去 这种被啃食的桶 梅子只能咬紧牙关 默默忍受 谁让肛门的超能力又会大呢 这还不止 肛门似乎只把梅子当成物品 她会肆意当着客人的面 直接脱下梅子的裤子 展露大长腿 甚至找到了专门做手办的纸子钢仔 想让她将梅子的梅腿复制下来 梅子默默忍受着这一切 她相信自己只要再忍受一阵 就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人生 可肛门才不会让她这么如愿 肛门让钢仔仔仔细观察梅子的这双腿 这双腿极具骨感 却不是有软度 肌肉紧实 线条有美 肉感既匀 颤又柔美 钢仔的目的 就是要尽快做出这条腿的模型 钢仔只好简单地量了一下腿的长度 虽然没有做过这种模型 但侄子还是愿意试一试 毕竟她这次来也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想问钢门这些钱 继续做手办 梅子却并不在乎模型能不能完成 她发现 钢仔好像对她的腿并不感兴趣 赵梅子顿时心生好感 因为从小到大 一点一点地将梅腿复制下来 梅子却看着钢仔入了迷 因为这是梅子从小到大以来 第一个不贪图自己双腿的男人 当刚仔熬一个通宵后 终于做出了和梅子一模一样的腿模型 可句句刚门钉着看了半天后 大发雷霆 这个模型除了颜色和形状像之外 没有其他一点像 这只能算是一个废品 晚上梅子约钢仔吃饭 起飞就下肚 梅子似乎变了一个人 一个白天乖乖淑女的样子 动作比平时好放得多 不停往钢仔身上靠 钢仔总是一脸嫌弃地推开 就是这种爱搭不理的样子 深得梅子喜爱 钢仔搞不懂 这明明只是一条普通的腿 为什么舅舅刚门会这么喜欢 钢仔为了做出舅舅满盈的模型 而感到苦恼 第二天 钢门为了让钢仔做出完美的模型 竟然变态地让她学狗叫 随后搬了一个凳子 让梅子坐 钢仔极力反抗 钢门差点接受脑袭栓 看着钢仔为难的样子 梅子出声了 既然梅子都发话了 钢仔只好接受这种变态的行为 钢门仔一旁看得不亦乐乎 可味道带来的刺激 让钢仔实在进行不下去了 只好向钢门道歉 对于这个没有欲望的家伙 气得钢门拿起做点一头猛杂 所以你还大骂她是废物 废物的称号 让钢仔全身心投入到了 这座模型当中 梅子喝着酒 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钢仔却无心打理 梅子想过钢仔手里的模型 砸了个粉碎 还不解恨地上去踩了几脚 随后扑向钢仔 脱掉她的裤子 钢仔拼命挣扎 生怕自己的症结不保 可对梅子来说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不稀罕自己的男人 她得把握住 于是拉着钢仔直接请了上去 然后一把脏气推倒 撤破操作 直接吓得钢仔不敢动她 一夜过后 钢仔终于发现了梅子的美 没一会儿 腿部的一样 让梅子从顺目中苏醒 低头一看 平时老实巴叫的钢仔 像和一般庸俗的男人一样 疯狂地爱上了梅子的腿 钢仔的疯狂 让梅子想起了被蚂蚁啃食的变态画面 梅子和钢仔停下 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钢仔 哪里停得进去 梅子一脚把钢仔踹倒在地 原来世上真的没有一个男人 不会被这条美腿吸引 梅子认为这是一条被诅咒了的腿 因为她的妈妈 因为她的这条腿毁掉了人生 你们来评评里 这个妈妈做的对吗 音乐司机多看了两位女儿的美腿 妈妈下半辈子 只能坐轮椅度过余生 于是妈妈将梅子视为仇人 将房间弄得乱七八糟 让梅子来收拾 一开口就是两万块的零花钱 没有钱的梅子 只好出卖自己的双腿 可这双腿似乎并不属于自己 她还被妈妈当成了商品 彻天回家 梅子发现家里来了个陌生的男人 为了让妈妈开心 梅子同意了 房间内 男人看上去像是恶极了 而梅子生无可怜 事后洗个澡 就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但真正可怕的 还在后面 隔天 梅子来到干门家 继续履经两夜的约定 这条超级美腿 让这两个男人 癫狂变得不像人类 扛在瞪大眼睛 想把每一寸肌肤 每一个毛孔 都看得清清楚楚 随后 像一条恶犬一样 抱着腿就开始啃 秀秀刚门在一旁 看得不亦乐乎 而当时的梅子 却只有痛苦面具 当刚才疯狂 爱上梅子的腿后 招模般的制作模型 调色 观察梅腿 倒模 观察梅腿 喷气 观察梅腿 终于刚才不复 刚门所望 做出了令刚门 十分满意的模型 看着这俩男人 为这双梅腿模型 癫狂的样子 梅子只感觉到愚蠢 在他看来 这和一般的模型 并没什么了样 有了梅腿后 刚才整天抱着这模型 和刚门坐在院子里 欣赏梅子的艺术腿 刚才刚称 刚门的愿望已经达成 找他西北后 梅子等候的两亿资产 就要到手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 梅子接受了 所有让自己不情愿的事情 梅子只要一回家 他们总会用他做脚椅 撤色是两个男人 从梅子进家后 他们就拿着相机 各种拍摄 之后只要梅子 梅子回自家 这两人都不在 苦难的梅子 只好把气 塞在了钢崽身上 用脚狂跌他的肚子 刚才不仅没有生气 甚至一脸享受 挨打过后 还自愿掏出自己的钱包 而另一边 得到满意的模型的 肛门开始生病了 梅子就这样 静静等着肛门关系 可不久后 肛门甚至比之前有活力 像一条几个星期 没有进食的恶群一样 朝梅子扑去 梅子晒得连连后腿 之后刚才的两个男人 就像胶帅一样 无事无可不黏着梅子 不管是晒衣服 拿快递 还是上厕所 梅子只有无奈 白天要面对 刚才和刚门的纠缠 晚上回家 后面对相机的拍摄 刚门不仅没有生病 甚至一天比一天有精神 梅子已经受够了这种生活 她对妈妈 第一次做出了反抗 紧接着 就是刚家的那两个男人 此时两人正在下棋 梅子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 一脚踩在棋盘上 随后高高举起手里的刀 准备毁了这条受诅咒的腿 刚才见状 立马由身体护住 梅子手里的刀 刺在了刚才的后背 刚门却没再怕的 还问梅子怎么了 梅子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地弄火 刚门被踢得倒地不起 梅子直接向脚踩在刚门脸上 回想起之前刚门变态的行动 梅子踢得更勇于 刚门一把抱住梅子 在耳边说道 原来刚门的钱全都留给了女儿 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钱给梅子 这几个月的人气吞声 全都付出东流了 梅子怎么也发现不完内心的怒火 因为只要梅子越用力 刚门似乎越开心 就这样 在梅子疯狂地输出下 刚门领了盒饭 梅子把一切都指向了钢仔 最终 放了的钢仔 被当成是凶手 被警方逮捕 而梅子开始了新的人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